路易斯安娜州呢 它是一个tax令的州 路易斯安娜州呢 它的赎回期是三年 你拍到了之后呢 要等三年才能去拿这个产权 而在这三年当中呢 你是需要交税的 交你拍中的这个土地的 property tax 房地产税 像我看我这里你看 21年要交税 22年交税 23年交税 要交好好几次 路易斯安娜州呢 我总共目前呢 是有三个地区 三个县郡 一个叫Sentamani Sentamani这里呢 大概有一二三 有六块土地 然后这六块土地当中呢 2022年要交的税呢 最高的一个是966 这是最贵的 其他呢都是两三百块钱 第二个地区呢 是路易斯安娜州的杰弗森 杰弗森 这个叫杰弗森 Granet Isle 杰弗森这个地方 那么他这里呢 杰弗森有两块 一块一块要交的税呢 是 230亿 在这里 230亿 还有一块要交的税呢 是4357 这个是最多的 要4000多块钱 第三个地区呢 就叫Evanglan Evanglan这个地区 只有一块地 这个地呢 只要交六块钱 交六块钱 好 那么在路易斯安娜州呢 我们看这个 最贵的就是这个 4000多块的 因为它这个价值 要交的税最多 那么我们也搞清楚 这个地是不是值 4000多块钱 我交这个税值不值 而且要交三年 因此我们就要对这个地 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查询 那么进行查询的话呢 我们目前根据这个图地呢 它的编号是这里是有的 045000200545-0450002005 但是你这个地到底在哪里 这个地是什么一回事呢 你从这个编号这里 也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这块地到底是值不值 有多大 看不出来 因此我们要对它 进行一个研究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 怎么去追踪 这块土地 它到底值不值 怎么去追踪法 那么我们开始寻找 这块地的位置 就要用地图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 jeffpolish.net jeffmap 这个是jefferson 这个polish的 官方的地图 就是他们政府的 这个官方的GIS地图 那么这个网站 是怎么找到的呢 这在谷歌里面 在谷歌里面去搜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的目的 你将来拍的土地 不一定是我的这个 在路易塞纳州的 这个jefferson 这个polish 你可能是在其他地方 但是我讲的这个方法 是类似的 你将来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也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 去走 不一定是这个地区 但是方法是 百变万变不离其中 首先在谷歌里面 打入你这个 所在地区的这个content 这里content和polish 是同一个意思 就是县和郡 就是州一级 州下面的一级的 这个行政区 有的地方呢 叫content 有的地方呢 叫polish 路易塞纳州呢 这里叫polish 所以就是jeffersonpolish 在谷歌里面搜索之后呢 你就搜索到这个叫 jeffpolish.net 一般来讲呢 就是第一个 应该就是他们的 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等一下 好 这官方网站进去了之后 你会 先看一下 上面有没有一些地图啊 或者什么 一些什么地方 你要找 这个要很仔细找 然后呢 我就在这里找 一个一个菜单找 找 找哪一个 是 可以看到的 好 我找到了 好 找到了 这里有一个 GIS Map 对吧 但我们在这里也看到 还有一个叫 Zoomling 我们可以把这个 也把它点出来 Zoomling 说不定将来也用得到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 看 GIS Map 这就是地图 好 点 好 点了之后呢 就到了这个 政府的官方网站的这个地图 这里有好多地图 这里有 这个 ownership 就是产权的地图 这里有 规划的地图 这里有 洪水的地图 反正很多地图 好 我们先开一个 我们先开这个地图 好 这个地图 我觉得挺有用 这个规划 就是说你所在这个区域 是规划成住宅区呢 还是规划成商业区呢 是可以造房子呢 还是可以干什么 就看这个规划 好 这里是那个叫 容领 这个负责管理 容领的这个政府部门 将来可能会用得到 好 我们先过 好 然后我们就点到这里 好 这个地图 好 agree 好 那么这就是他这个区域了 这就是Jeffson这块区域 进去之后呢 这里有个search 很简单 就是search search这里呢 它有一个叫 pustle number 很简单 你把这个pustle number 打进去就可以了 看一下啊 这个pustle number是 045 000 2005 好 045 000 2005 好 搜索一下 你会发现 可以搜不到 好 搜不到 然后没关系 然后呢 它这个地方呢 它第一个零要砍掉 第一个零 很多地方搜索 这些零呢 可能多一个少一个 这是经常会遇到的 还说搜不到 还说搜不到 你把后面再砍掉一点 后面这个5 我要把它砍掉 再搜索 搜索到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搜索看一下啊 好 搜索带了几个呢 你看 一个 一个是450 2008 搜索到一个 两个 三个 但是我们那个编号是 45000 2005 这里最近只有2004 也没有2005啊 它没有这个2005 没有2005 那么这种情况呢 这有时候就是说 这个地块 它还没有分割 有一块很大的地 这个地还没有分割 或者说 分割了 它还没有进入到 这个政府的这个 数据库里面去 这时候就会出现 找不到 这种情况蛮多的 我也经常遇到 就是说 只有编号 那找不到这块地 不知道这块地在哪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 回过头来 我们到 到这个 嗯 啊 然后我是在用 它的这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 啊 用它这个人的名字 再找找看 也可以 它这个人的名字啊 它原来这个人的名字 是叫这个 这个人的名字 我们再来搜索一下 社区 社区 里面有一个 owner 我问到我这里呢 我打Goodhouse 我曾经问问问看一下 Goodhouse就是我公司的名字 啊 我打Goodhouse 打这Goodhouse能不能收到 照道理应该能够收到 为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 哎 收到了 你看 收到了 这个是 这个是 不是这块地 这是另外一块地啊 因为在这个Jefferson这个地方呢 有另外一个 那是这里 是这里 这个不是2005 就是不是那块地 啊 所以 你看 这个2005这块 对吧 我收到的这块是9978 你看 9978 这块 是我拍到的 2005也是拍到的 我总共拍到了四块 啊 现在就是 9978找到了 2005找不到 对吧 好 我们继续 那好 那收这个 Goodhouse这个名字 不行 能不能换一个名字 啊 换一个名字 等一下啊 原来的这个业主的名字 他叫 雷宾什么 什么David什么的 啊 再试试看 找不找得到 这也不一定找得到 有可能也直接找不到 这个我也不知道 看找找看吧 找得到啊 等一下啊 这个有点慢 找不到 就找不到这个名字 好 那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记录里面找不到 对吧 找不到 好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 啊 要怎么去找 我们我们再来看这个 他这个 这个里面有一个叫 Description 就是说 2005这块地 他这个地呢 他有一个法律性的描述 就是说Description 这个地 这个地 它是叫 B1 你看 这个叫 Part of Tract B12B Contain 0.827个英亩 0.827这个是叫 英亩吧 0.827英亩 然后 Emiss 这个应该是Missure Missure就是测量 测量的应该是 180尺 乘201尺 然后这个所在位置是在 SegNet Park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 SegNet Park 这个地方再搜搜看 这是一个公园 Seg N-E-T-T-E 好 我们再搜搜看啊 好 这里有个Subdivision 看到没有 这有 Seg N-E-T-T-E 看到没有 Park来了 看到没有 搜搜 找到了 找到了 你看 这个当中 这个绿的这一块 就是这个公园 这个公园 这个公园 你看不出来是公园 是吧 我们把它 把它这个 照片 把它这个 地图照片 把它打开 你就看得见 这是公园了 看到没有 现在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公园 你看 这个是绿的 绿的就是 这个 不是说 这个是公园 不是说 它是公园 这个地区 这个小一小块 这个地方叫 叫这个 Segnet Park 好 然后这个地方的 所有土地 都在这里了 你看 那里面也有 这个45000 45000什么的 那我们就找找看 这些里面 有没有我们的 那个45000 2005 这块地 好 我们按这个 浏览器的搜索 我们看 45000 好 45000 有很多 有148个 然后 2 开头的 0 没有了 你看 2开头的 没有了 20都没有了 你看 2这里都有的 2507 25 但是它没有 我们要的 那个 叫2005 这块地 没有25005 这块地 就是找不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地 还没有分割 还没有分割 好 那怎么办呢 好 但是我们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点眼熟 因为这个地方 我之前 早也找不到 后来 在我们的 微信群里面 微信群里面 有一个朋友 我发给 他帮我找到 他说是在这个位置 他说是在这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 微信群里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 一个在美国的华人 从事房地产方面的 他帮我找到了 然后 这里有个块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写的叫 前面有个X 叫B12B 看到没有 放大一点 你看 这里是X 就B12B 对吧 B12B 然后我们再看这里 你看 这个地区 叫Segnet Park 对吧 是这个公园 这个地区 这块地区 B12B 然后是C2 C2的这个 Zoning 什么意思呢 C2呢 基本上就是表示 是商业 一般性的商业 就是酒店啊 商场啊 什么的 可以做商业用途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 这个B12B呢 我们再来 回头再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地方 你看看到没有 Part of Tracked B12B 也就是说 这个 2005 这块地 它是 B12B中的一部分 Part of Tracked 那么这个B12B 这个呢 它还没有 还没有切割 还没有切割 好 那么我们看 这个B12B 这块地 没切割 它的是 8万多平方英尺 8万多平方英尺 然后我们这块地呢 只有 0.827个英亩 0.827英亩 等于多少平方英尺呢 我们这里 在谷歌这里 可以搜索 0.827个平方英亩 等于多少 等于三万六千尺 三万六千尺 看到没有 好 然后 我们再回来 放上去 这个是三万六千尺 那么 也就是 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 这整个一块地 就是B12B 2005 我的这块地呢 是当中的一小块 估计是把它切割开来了 切割开来之后呢 它总的是八万尺 我那块地呢 拿到了三万六千尺 大概也就只有这么一小块 不知道要么是这样切 还是怎么切 到底怎么切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 当中这一部分 因为这个 B12B 跟它这个 法律描述 对上了 它在这个 法律描述 好 我们再看这里 这里是2005 这个是 这也是当时 收到的这个 这个 TaxLink的证书 TaxL的证书 TaxL的证书 里面也讲到 你看到吗 Part of Tract B12B Cont Cont应该是 应该是 就是含有 Contain吧 大概是continus continus 0.827个英亩 Mission 测量的话 就是180尺 乘201尺 180尺 乘201尺 正好是 结果正好是 三万六千尺 三万六千尺 三万六千 英尺 然后是在这个 Signate Park 在这公园里面 好 那么基本上 通过这样的一个 操作呢 我们基本上 就确定了 我们这块地呢 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 也就是之前 这个小伙伴 帮我查到的 就是这块地 当中是切了一小块 但是怎么切的呢 它其实 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那个 具体切 所以很经常 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 你会找你的地 你会找不到 这块地 可能还没有切分 或者说 将要切 还没切 到这时候怎么切 你这个数据库 政府 数据库里面没有 所以你往往会 找来找去找不到 找来找去找不到 那么为什么 这块地 就这么贵呢 我想有可能是 因为它是因为 商业用地 它原来 这块是商业用地 那么它切了之后 切割开来之后 我的那块 是不是还是商业用地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好 我们刚刚 在看地图的时候 我们看到 它这里有 有一个叫 Planning和Zoning的Map 好 我们看一下 Planning和ZoningMap 这个Planning和ZoningMap 好像打不开 等一下 等一下 在这个地图里面 在这个地图里面 就找到它 大概的位置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根据这个位置 上面有这个路的名字 D-R-A-K-E Avenue Jack Avenue 找到这条路 到谷歌地图里面 就很好找 那一早就找到了 在谷歌地图里面 你看这个地区就在这里 那么那个地就在哪里 一个地一个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 我们再 把它 把它缩小看一下 好 你看 这个地区 周围这边都是居民区 都是居民区 你看 都是居民区 就是在这边 是有几个 它没有开发 那么 我那个地呢 就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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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开了 这个zoning和planning的地图 就是 当地政府 的规划 当地政府 是怎么规划土地的 好 我们看啊 好 我们先把这个 松领 好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那个地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 那么 现在 我们这个松领 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里 找到一个松领 松领在这里 好 勾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松领 overlay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 什么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 这不知道什么东西 不管它 好 好 你看 都是红色的 就是说 你看 这条是马路 凡是沿着这条马路 两边的 你看 沿着这条马路 两边的 它都是红色的 那么我们这块地 所处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也是红色的 红色的是什么 红色的是C2 General Commercial District 一般的商业区域 属于C2型的 一般的商业区域 你看 它这里还有各种颜色 你看 这里都有 黄的是什么 黄的是Single Family 就是单一的家庭 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区域的后面这里 将来是要造这个Single Family的这个住宅的 住宅的 你们看 这里都 都有这个 都 都有 都看得见 各种各样颜色代表不同的这个土地 也就是说 所以 因此这个大地 它就可能比较贵 因为它可能是商业用地 所以就贵一点 可能是这个道理吧 我们再看 那我们在这个图里面 在这个图里面 它有个Level 我们在Level里面 把这个容领 把它选上 我们就能看到 看到你看 我们这个容领 这里C2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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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C2 C2就是那个商业 这里就不是太清楚 刚才这个图 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还可以Level Level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 Parsal Number Parsal Number 我们还有一个 Flat Zone Flat Zone就是洪水区 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个叫 Owner Name 这里Owner Name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是这个人的名字 这些地是谁拥有的 名字写上 我们这里还可以选择这个 还有Owner Address 我们选择这个Parsal Number Parsal Number 你看这个地的 这里编号 那么这个编号有了之后 那我就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块地 你说交了四千多块钱的税 那我看看周围的这些地 是不是也是交这么 多 对吧 这样的话 如果他们也是交这么多税的话 那我就 那我就放心了 不是专门收我一个人 收税收得高 那么就是说 这个地区都是这个税 我们现在看这边 这边上一个 我们看 看离我们这个地 最近的这块 离它最近的这块 比如说这个 45000332这块地 你看这个大小 跟我这个切割下来的 应该差不多 我就收 45000332 我们搜索一下 因为它也是商业用地 跟我们这个前面 看到它也是商业 都是商业 对吧 都是商业 都是商业 都是商业嘛 好 我们搜索一下 我们打开了 这个交税的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JPSO 这是Jeffson Polish的 这个交税的网站 这个网址在 它这个交税的通知上面 都有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搜一下 45000332这块地 我们看一下 它交多少税 再比较一下 我们交多少税 它交多少税 它是交一千 一千多块 它交一千多块 比我少嘛 我怎么交四千多块 交这么多呀 我们看一下 它的交税历史 它这个就是交一千多块 对吧 那我这个税 怎么交这么多呀 这个有点怪 我们那么再换一个 所以有些 你不查它们可能 它政府就跟你们乱收税 你说税怎么交这么高 我们再换一个看看 好 我们再来看 四五 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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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叫 九九零 好 我们再来看 四五 990这么低 也是叫一千多块 你看 它周围的就是叫一千多块钱 它的价值是 一万四千 它价值是一万四千 但是大小好像差不多 那我们再换一个 00001294 1294 这也叫三千多块 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块叫 1425 1425 1425这块怎么 只要交 只要交41块啊 有些税怎么特别 有些税特别高 税还蛮怪的 为什么有些税特别低 有些税特别高呢 我再换一块 我再换一块 我收这个 1222 这块也交多少钱 1222 1222 这块地在这里啊 看到没有 这一山也是在附近 交两千多块钱 交两千多块 它这个价值是 1222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 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切割按大小算 它这个怎么算的 它这个不对啊 它这个不对啊 你看它这里就 就是说 值三万多块 因为为什么我这个 assessment就值三万多呢 这个就有点怪 有点怪 这个要 这要跟他们这个评估 评估这个土地价值的 这个官员 叫assessor 这要去联系 再问一问 为什么我这个就特别贵 对吧 这个蛮怪的 所以 好 今天就先分享这些吧 我觉得这个 那块地的这个房地产税 要四千多美元 有点高 感觉那个税有点高 不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 这个怎么改呢 这个就是要去跟这个 Jeffson Polish的assessor 评估师 这个评估师是专门来评估 你这块土地值多少钱 然后再根据 当地的这个 百分之多少 一个比例 计算出你当年要交的税 那个比例是固定的 但是这个评估师 评你这个地值多少钱 是他评的 如果你觉得他评的不对 那么你可以跟他讲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Jeffson Polish的 这个评估师 他评估师上面 也讲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经常可能会有人反映 你评估的不对 所以说他讲 他有一个公开的一个 接受公共的一个调查 接受公共的来 来质疑他这个评估 他有个日期 2022年的 这个税的评估 你要 你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呢 你要在这个 8月22号 到9月6号之间 向他提交 申诉 提交一个申诉的表格 说我不同意 你对我这个评估 估得太高了 怎么样怎么样 他必须是有时间的 那现在这个 都已经过了这个 8月份的时间了 就没办法了 那你只能等那个 到明年 明年8月份的时候 你早一点 我要记得这个时候 去早一点 去找这个评估师 去跟他讲 你这个地 估价估得太高 但是每年 他有个固定的时间 可以去跟他 提出申诉 但是现在过了时间了 如果申诉的话呢 就是 会有一个像这样 一个表格 要把这个表格填好 就 大概是 表格是寄给他 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可能寄给他吧 那么这个事情 就明年再说吧 因为现在过了这个 评估师申诉的 这个时间了 过了这个 其实8月份才能申诉 现在不能申诉了 所以 估计也今年没办法 就只能交了 只有到明年 再去申诉 然后这个 assessor assessor它这个网站里面呢 它有个search 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那我就把我这个 450002005这个地 打进去搜索一下 好 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这owner已经是变成我了 这是我的地址 然后 这是real 然后 然后这里 这个东西吓了我一跳 他说 这是块商业用地 commercial subdivision lot 他说 他这个这块地的市场价值 32万美元 这块地的市场价值值32万 我的妈呀 这个空地有这么值钱吗 这个空地进了 他说值32万 我正有点晕了 他是不是搞错了 还是 还是真的值32万 他这个评估师 他说这块地值32万 我有点不相信 我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会这么贵 然后 下面是这个地的 然后这下面呢 就是我 这个是归我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2021年的 8月23号开始 原来这个业主 他从1996年就拿了 这块地了 他们这个地 在身上拿了25年 这个业主拿了25年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没有交税 结果被我拍到了 拿了25年了 这个业主 然后 然后这里 这个唯一 唯一我觉得惊讶的 就是说 他这个market value 说值32万 我有点夸张 我觉得 哪值这么多呀 但具体不知道 我还要仔细在研究研究 要么是不是 他搞错了 还是真的值这么多钱 如果真是值这么多钱 这也是个好事 值这么多钱 那我多交点税 我心甘情愿 对不 所以这个 再继续研究 如果你对这方面 比较了解 对这个商业地的 估价比较了解的 也可以欢迎跟我交流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这个 路易斯安娜 他不是 路易斯安娜 他是tax link tax link的话 他怎么 怎么own的 就已经变成我了呢 tax link的话 他不是要 赎会期 过了之后 这个土地才处于我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 tax link的话 他这里有一个叫 你看他已经转成我的名字了 这个我觉得有点怪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D的 出了一个D的 D的number 也就是说 是一个 已经是有D7了吗 这个 我也有点搞不明白 有点搞不明白